猜猜今天要去哪里 猜不到 一定猜不到 穿的裤子看不到 今天穿了我衣柜里面最运动的一套衣服 因为我平时不太运动 除了冲浪之外都基本上不运动 所以我没什么运动衣服 然后今天穿的算是最运动了 然后你也猜不到我今天要去哪里 不过还是现在告诉你 今天去打拳 上一堂免费的拳击课 是我们的表演老师带我们去 因为当时上两节课的话 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突破自己 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就是有那么两三位同学 就是我们平时的性格都是比较温和 不容易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不容易发怒 生气 比如说一场戏需要你去激发这种情感的话 就特别难 所以当时就我们就用甩那个抱枕的那个形式来去打 那个沙发 我们去试试试试 但是也有帮助啊 这个也要长期练习 然后但效果不是很好 后来老师说最近他在跟他老公去打拳 然后发现这个挺好的对我们可能会有帮助 然后就约好今天我们一起去拳馆 那我也是第一次去啊 接了朋友的一个拳套 然后就去试一下 反正今天特别开心 我叫哈利 欢迎来到哈利物梦想现实和感悟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拍戏做演员 然后我个人的生活冲浪啊 这些的方面 这是我的频道 欢迎你来到这 另外想跟大家就随便聊聊 就是从这个展开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我们啊 说这种为什么要去打开这个你的那个阀门 就是说啊打开这个愤怒啊 或者说表达情绪的一个阀门 你要找到你的方法去怎么去表达你自己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的生活经历 所有的一切导致了你现在的这种性格 就像我这样的话 就是平时不太表达这种喜怒哀乐 不会很夸张很及时 那有一些朋友他是马上很及时的 又会很直接的表达 那这种人他心里就不会藏着那种太多的玉米 在里面 那像我们这种的话 我估计真的身体上是埋成 呃尝了很多这种所谓的毒素啊 我觉得一定有 所以就得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去发泄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 呃我觉得绝对不下于 特别是中国人绝对是不下于一半的人数是属于不太啊 喜欢或直接的表露自己的情感的或者说是比较压抑的就是会去很理性 所谓很理性的去控制的 那最近就刚刚发生一件事情 就很直接的表达了我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脾性 啊 我女儿本来应该是前天回来的 当她去到机场的时候发现绿卡没带 然后回不了 那当天的机票作废 不得不要重新订一张机票 直接损失了我两千 差不多两千六百美金 哎呀心痛啊 因为我提醒过她 你的清单啊 哪些东西必须要带的 要列好 然后要放在身上 要清点 然后最后检查 然后临走的时候我还提醒过几次 啊 最后 临送她去机场回国的时候 我也啊 问过她 你这些这些重要的东西带好了没有 我就差一步 也有我的责任 我差一步就是说 你拿出来 一带了没有拿出来给我看 二带出绿卡带了没有 三啊 那个护照带了没有 四什么什么带了没有 如果我这么清点的话 那肯定没有问题 当时就相信她 因为提醒过很多次嘛 而且说明了绿卡特别重要 因为一路上都用不上 只有回来的时候才用得上嘛 啊 当时就那种心痛气愤 各种情绪都在里面 那 那 当我面对她 我跟她聊的时候 我又压住了 啊 各种原因吧 就是面对她的话 自己的女儿 我也知道 是我如果是大呃 就是特别生气大喊大叫怒吼 她也没有什么作用 甚至会有副作用 但毕竟是我的性格 她说 使然就是我就 哎 很心平气和的跟她说 你看 你看 怎么怎么怎么啦 你看 呵 就是那种苦笑 只有一句话 有点像是惩罚她 我说 你记住啊 你回来给我好好打工 把这个钱赚回来还给我 就是这样 我就能把它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表达 那 那 这种事情可能 这个事情还好一点 因为你是面对你自己的女儿 你有 你不会太放在心里 如果是面对另外一个陌生的人 或一个真的把你给气到的人 然后你还是这种方式处理的话 可能当时你过去了 但那个 隐患 那个愤怒的那个 毒瘤啊 就会留在你的心里 日积越累 越来越多 到有一天 你要发泄的时候 可能 发泄的时机和对象都不对 那就会导致很大的问题 呃 这是我的理解 我不知道 呃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你是不是 平时也在各种忍 各种 各种让 各种 那种 规矩啊 各种道德啊 各种框框的 约束 无形的 有形的东西 约束着你 让你忍气吞声 还是说 你能 好好的去表达 能够用一个 既能直接表达 又不伤害对方 又能释放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 每个人肯定不一样 我很想听一下 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些方式的 啊 ok 我就分享到这里 呃 待会去拳馆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拍到我打拳的过程 但是我尽量 如果有的话 尽量分享给大家 我找到什么 我找到 那个 你不想看 我找到 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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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 走到 我找到 我找到 你不想看 我找到 辦公室 我們從這裡上去 因为在打拳的时候不方便拍啊 所以我就只拍到了这一个动作 其他的其实有好多个 大概有五六个环节 就是一直循环 那个教练就一直赶 那你走快快快快一个一个 哇应该全身都吃了 应该是打这个 还有 这个 还有这个 打这个的时候最过瘾 打这个的时候最过瘾 吐了好多汗 这个水其实不够 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喝水 所以很爽 感觉你看是不是 反正更有活力了 我自己看这镜头里面都是 但是如果说每一个星期来 我也还真的还不知道能不能承诺和坚持过来 但是这确实是很好的一个运动 只要不要伤到 什么车之类的 我的朋友借那个板 给我的 借那个手套给我的车还提久 要小心 不要打得太狠 不要把骨头给想到 OK 没高兴 我觉得很释放 看看如果下次真的有可能加两个星期来大分 感谢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